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拼命的游了过去 惊心动魄的瞬间差点被吃了 真的是替他捏把汗啊 由于漂浮不稳定 被鲨鱼一次次的攻击站不住了 鲨鱼不断的攻击 导致铁链汗接触脱落 机智的金霸女抓住了链子往下沉 鲨鱼一直追一直追 金霸女一避开 正好鲨鱼撞到了下面湖底的钢筋 后来精疲力尽的她已经不能自保了 幸运的是附近的居民救了她 得以存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自己面对 不然受伤的只会是自己 女主角不努力就便宜了鲨鱼 所以人生要坚强的面对 好了 那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的欢迎留言评论哦 下期再见